恭喜 握手互相恭喜 就是因為除了王靖入圍 金鐘事後 阮金天也憑著新電影 睽違十三年再度繳築 金馬獎影帝寶座 我當然開心 但是在開心之餘 我也想要跟以前有一些區別 我想要讓自己 盡量的冷靜下來 我想要 最大的目標是 我想要過好我眼前的每一天 周叔叔 傷害的故事你聽過嗎 大家只記得周叔 沒有人會記得被周叔 燒掉那兩個是誰 阮金天飾演的通緝範 敘湖造型上演各種激烈打鬥 其中一場 和李李仁的追逐戲 讓他直呼不容易 整整拍了大概一個多禮拜 他橫跨了很多個場景 那一場戲 對我來講就是那一段戲 真的 真的滿辛苦的 女主角王靖演出尺度再突破 大方坦承不用事前報備 因為我那個時候 真的是大單身 所以我沒有必要跟任何人報備 我連我媽媽也都沒有報備 不過開拍前 碰到阮金天奶奶過世 剛好戲裡也有祖孫情的呈現 讓他回想起來 忍不住眼眶泛淚 其實陳桂林講的那個話 很多時候也是我的心裡話 這麼講 有一段時間特別不想 不敢 也不想讓家人看到電視或是新聞 我就擔心他們會傷心 阮金天入圍影帝後 在IGPO出黑白照 跟今年離世的爺爺 喊話說自己現在很好 要他放心 也讓粉絲看見 鐵漢外表下柔情的一面 再次回李鐵漢外表一條報導